5月1号晚,香港知名文化评论人梁文道在宾州大山角镇与马张伍墨州议员候选人李凯伦对谈。 在竞选期参与候选人到政治对谈活动,梁文道直言自己是来为竞选帮忙。 梁文道说自己虽是外国人,但一直以来关注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此次来到大马感受到空气中不一样的气氛。 他称这种气氛是亚洲市威权国家崩溃前的典型氛围,而威权国家垄断政权的垮台必然伴随着民主的阵痛。 他以台湾蓝绿斗争为例,说明这种阵痛并非民主之错。 对于本次大选,梁文道指出,即使民连胜出执政也不代表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民主转型靠的是人民的路由自己走。 以前我们是被人背在背上,被人绑在车上,人家带着我们走。 但是问题是,经历这样的民主转型的国家的人民,他们决定路我们自己来走。 而即使民连失败,也应该理性对待。 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很沮丧。 这种沮丧会带来相当一段时间的政治的低气压,政治的人感。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我们曾经有那么大的希望,但最后居然还是住了。 第二种是什么?会愤怒。 会觉得一定这个选举有问题。 一定是造假的。 然后大家就会上街,也许会有很激烈的街头行动,甚至冲突。 我想说的是,我们大家冷静一下,我们尽量不要让这两种状况都出现。 就算这一次反对阵营失败,其实也已经在某程度上推动了各位念之在之的这个两限制的形成。 他就算能够顺利执政下去,他也是一个少数政府,或者是一个弱势政府。 后选人李凯伦表示,可以由梁文道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民主化问题,能够促进理性思考,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前景有参考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